三件资料请省计部跟教育部同时提供 好 谢谢主席 主席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要请教育部次长 省计长 主计长 还有故宫的院长上台 谢谢 好 刚才三位首长 一位次长 各位 早 次长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因为今天是12月25号 那再过六天就要新年 那每年到新年的时候呢 现在个性是即将举办跨年晚会 而且因为有竞争的效应越来越盛大 那么譬如说有的放烟火 以前放一分钟60秒 现在要放100秒 那有的现实说那我放150秒 现在还有放到两三百秒的 那个性呢 演艺人员越请越大牌 以前几十万块 现在可能请一个演艺人员几百万 那大家经费越投入越多 公家机关 县市政府越投入越多 可是呢 很多的校长啊 这个发出心酸的声音啊 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啊 这两天呼吁啊 他说你看我们放个烟火 随便一放 放掉几千万 可是啊 我们有的学校啊 偏乡地区 不用说偏乡地区 有的这个县市里面的学校 连盖个厕所都很困难 我们要更新一个设备 老师要换张桌子 学生要有个书柜 都非常的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为什么要把政府的资源 这样白花花的烧掉呢 所以我不晓得 对于全国中小学校长 他们这样的讲话 我听得很心酸啊 我不晓得你身为教育部的次长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评论 当然整体上来讲 我们很不愿意看到 这些难得的经费 是花在这些放烟火的活动上 不管他是不是实质的烟火 不过他们当然是属于 不同的部门在做 他也有一些从观光 或者是活络消费的一些考量 但是在教育部来讲 我们针对这些中小学的设备的一个改善 技职的设备的改善等等 其实从我们至少是101年之后 那么它是有比较大幅度的一个增长的 那这部分我觉得在实质上 那么也是在学校端 你看这样放烟火 放掉几千万几亿 你会心疼吗 那当然对 我个人是很不愿意看到 钱是这样花的 主计长 你是国家的总账房啊 那我们各县市 虽然这是地方政府办活动 可是呢 我们中央有统筹分配款 那我们下去啊 有很多地方 我们希望他坐在教育 坐在人民设施上 可是你看到各县市拿去放烟火啊 我不晓得身为国家总账房 身为主计总长啊 你会有什么样的呼吁 是 当然就说 圣诞节跟跨年的活动啊 各地方政府 他们在主办 然后连同民间的经费在办 那不过呢 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政府对于教育经费 真的是很重视的 像103年度啊 对于地方政府的 那个一般补助里面 教育的部分就有 所以你觉得没有教育经费缺乏的问题吗 对 我们很重视 就是说 像教育部主管 103年度也加了90几亿 这个教育经费 政府是很重视的 今年过年 有没有县市人事费发不出来 来跟中央借钱的 有没有 不会发不出来 对 有没有来掉头寸的 有吗 年度中也有部分有借的 那如果说有的县市政府 如果说有的县市政府 用来掉头寸发人事费 不要说教育了 然后一方面又没有放烟火 那我不晓得你们主计 总处 你会怎么处理 这地方政府办理 但事实上 就它的priority优先顺序 我们请各机关 有关消费性的支出 能够尽量的尊解 是 我希望你们要有所节制了 如果今天这个县市政府 教育经费也不够 人事费还要来掉头寸 过年都发不出薪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拼命放烟火 像这样的县市政府 我觉得应该有所节制了 这是你自己本身 要去规劝的地方 那沈记长呢 你觉得这种现象 值得改善敦促吗 就是 这个是一种 这个消费性支出 事实上本部 在以往也做一些通案了解 就是在地方政府 类似这种年节或是节庆 那么不管大额或小额的补助 每年都占 可是我提醒一点 我提醒一点 你知道吗 这些领域人员 他们去上大陆春晚 或电视台的过年晚会 都是收车马费 都是收几万块 为什么 因为你能够上台式 TVBS 或是中天 或是各家电视台 或是上大陆春晚 它的广告效益很大 所以大牌的演艺人员 他只要能挤上 这些电视台的晚会 他都领车马费 可能都领一万二 两万块 或是领个红包 可是各县市政府 办晚会 公家的钱 大牌的几百万 少的几十万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不太懂 公家的油 是不是比较好卡 那其实 各县市政府办的东西 也都有电视转播 也都有这些效应 那你知道大陆现在 已经开始在打奢了 大陆他现在已经要求 他们各地的晚会 不可以请太大牌的 因为他们觉得 花在这方面支出 太过离谱 那我不想 社会审计长 这方面应该要有所及时 要有所督导 要是审计的目的 那你在这边 要不要讲几句话 是的 这个刚刚委员的主教 我们会记下来 就是除了以往 本部已经来提请 这个各单位要尊杰 这个有一些 不经济支出以外 那么像委员刚刚提到 在县市政府 我们发现有些 这个薪水化不出来 或是基欠 高额工程款 我想我们今年会 针对这些县市政府 再来 再验证一下 他在这些经济 不经济 或者浪费的支出 那么做一些 对比 我们会把这些 需要改进 所以我的意思 那你不觉得奇怪吗 唱电视台的 免费 唱政府的几百万 那政府是冤大头吗 我觉得艺人 他们有商业行为 这个东西是fine 是他自己的事情 如果他去唱商业场 没有关系 可是如果像国家这种唱 有时候应该要 以从事公益活动 为社会奉献 那否则的话 我觉得政府现在这么穷 那么还唱电视台的 不要钱 唱政府的一唱几百万 我觉得是有点不太公平了 另外我还要请教的 就是 对不起 因为我时间有限 故宫院长请回 本来有个问题 要请教你 那 我曾经处理一个案子 是台大的女学生会找我 那他是说 他是争取什么呢 他说女生有生理期 那所以呢 他买学校的月票 可是呢 他一个月有五到六天 六分之一的时间 不能下水 所以他说 我不能下水 不是我的过错 一样男生和女生 买这个月票 那假如说一张两百块钱 男生也两百块 女生两百块 可是我有六分之一的时间 我没有办法下水 那当时呢 台大女学生会找我 当时的前校长 李四成校长 还有当时的学务长 和教务长 冯燕 这个冯教务长 非常有EQ 在处理这个事情上呢 他们觉得 这个陈情是有道理的 所以当时经过 我的一个平台 双方协商以后 有给这些女学 如果你要买月票 买女学 买这个年票的话 都有按照比例 做适当的一个回馈 那相较于 我们现在女性 有生理假 为什么女生 会有生理假呢 因为你这段时间 可能会有特别 生理上的限制 那会影响到工作 所以呢 给你法定的假期 那男生劳工会说 为什么你可以 比我多放几天假 那就是因为男女 生理上有先天上的 一个限制 所以今天我要一个 提案是什么呢 不只是台大 我觉得所有公立游泳池 各个学校 大学 学校 很多学校 或者公立机关 都有公社游泳池 那如果你假如换算下来 买月票的人 女性 一年有六分之一 一个月五六天 一年六分之一的时间 十二个月就两个月 算起来有两个月 他如果买一千两百块的 年票的话 那等于说 男生可以享受到 如果你要每天下水 可以享受一千两百块的 价值 可是女生 有两个月的时间 他是受限制 没有办法 所以我要请教 黄次长啊 至少从政府 带头做起 带头做起 对于女性的 生理期间的 这种权益保障 比照像类似生理价 所以公立的游泳池 如果说在一定的年纪之内 上下线由政府自己去定 是十四岁 十三岁 或十五岁 到五十五岁 到六十岁 由你们来定啊 在一定的年纪 在一定的年龄 有生理期 年龄期限的女性 公立游泳池 如果他买的是月票 或者是年票 应该以六分之一 或五分之一 或七分之一 没关系 政府自己去研究 就说 给他优惠折扣 优惠折扣啊 那这样的话 才符合真正的男女公平 那我不晓得 这个黄司长 你们所有的大专院校 中小学 如果有游泳池的 可以带头做起吗 我们会来演绎 我想这个应该是 还算单纯 而且我个人也觉得 很合理的一个措施 会来进行 主计长 你的看法 可以进一步研究 对 我想因为你们两位 都是女性 所以特别能够 这个理解 我所讲的东西 因为你想想看 这个东西 时间不是少数 不是一天 它是一年当中 有两个月的时间 算起来 没有办法下水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那过去 我在协调的时候 有些人就很天兵 女生可以用棉条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用棉条 你还是可以下水啊 这表示 这个是完全没有 女性人权的观念 因为用棉条是极不舒适 而且在医学上 有时候也认为 不是很适当的 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 他不是不愿意下水 那那他只是因为 他受到生理限制 如果说黄司长 赞成这样的一个提案的话 那我希望 我今天会有这个提案 那如果获得委员的支持的话 那成案的话 我也希望能够督导 我们各级学校 那还有我们政府 主计处督导一下 我们全国公立的 这个游泳池 至少带头做起 如果买年票 月票的啊 对于生理期 在生理期年纪内的一个女性呢 应该要有六分之一 或者七分之一的一个折扣 敬请支持 好谢谢